最近我的皮膚狀態 是我有史以來最差的 這一年 真正的一個化妝 step 一個不小心 花了很多錢 抱著自己 很淒慘 你幹嘛抄我 我先的 我先的 我今天7點起床 Hello大家好 我是不成Wallace 話說我好像很久都沒有拍一條影片 是關於Beauty的影片 也都很久沒有跟大家分享 我平時是怎樣打扮自己 所以今天就是要跟大家來分享一下 我最近的日常妝容 我最近的化妝過程 和我最近使用的化妝品 究竟有什麼不同呢 那你就廢話不多說 馬上打和圓形 Let's go 在聽影片之前 不妨先給個like 留言 訂閱我 按下旁邊的鈴鐺 開啟所有通知 最後再加入我的YouTube會員 那就perfect了 這個就是我最近的素顏 我最近的素顏狀態是非常之差的 我放大給大家看一下 千萬不要嚇壞你們 Oh my gosh 最大的問題就是我鼻頭有兩顆的抖印 一顆是比較舊的 一顆是前排才燒了 然後鼻樑這裡有兩顆紅點 不以為了它們是粉刺 之後就 Oh no 少知冷知油知成這樣 所以呢 其實最近我的皮膚狀態 是就是我有史以來最差的 可能就是因為我最近每一天都非常忙 然後作息 飲食 都非常不穩定 那就導致可能 有些分泌失調 我也不知道 總之就是 這樣的樣子 所以呢 真的很需要化妝 首先最近我開始嘗試用這個 Loreal的Day Lotion 因為它是有防曬指數的 SPF30 那就可以當個妝前打底保濕 然後又可以當防曬這樣擦 它擠出來的質地就是這樣的 它都頗容易推開 和頗容易吸收 好 塗完之後 就可以開始上底妝了 我最近的底妝是一個組合的 就是這個Kate的紫色妝前打底 再加這個Maybelline Fit Me的粉底液 首先會擠一點點這個紫色的妝前打底 大概這個份量都夠了 之後再擠一點的粉底液 都在一起之後就可以上臉了 拉大給大家看 我通常會在我需要遮瑕能力高一點的地方 這樣推圈慢慢地推開它 推到差不多就可以拿個Beauty Blender出來 將它推開它 這樣呢 我半邊面的粉底液已經上好了 給大家看這個Before After Before是這樣的 即是有很多暗塵的位置 然後都很泛黃 是非常自然 一點都不厚 而且和膚質是非常合適的 好 那我們快速上這邊面 好 我的底妝已經上完了 大家看看 接著就是要上遮瑕 因為我的黑眼圈和這些抖印 真的要遮一遮 不然的話它們都很明顯的 遮瑕我是會用兩種色號的 Maybelline Fit Me遮瑕液 首先我們會用這個比較深色的25號色 它遮我們的抖印和黑眼圈 就是輕輕地點上去就可以 黑眼圈呢 上去你最深色的位置就可以了 然後我鬍筋位 我都會上一點點 然後就拍開它 拍遮瑕是要很小力 是要慢慢的小小力拍開它 那這個時候就可以拿淺色小小的20號色 我就會打量去提亮我的眼底 那為什麼我會把打量放在這個位置呢 是因為我的鼻翼比較闊 我的山根都比較闊 那我打量了這個位置之後 那我臉就會比較膨一點 那顯得我的鼻翼就比較小 比較窄一點 好 到最後這些全部搞定完之後呢 才慢慢點開抖印的位置 你看這樣點呢 基本上呢 都遮到七七八八的了 那定妝呢 我就會用這個 Make Up For Ever的粉餅 這個真的好用 我已經用到第二盒了 而且它已經有被我用到的底了 我通常是比較注重定眼底多一點 然後呢 我就會再用細掃尖一點在這個位置 因為這個粉餅 遮蓋毛孔的能力都不錯 然後到最後呢 我就會用這個 Sephora的91號掃 全面這樣掃一點就OK了 好 定妝完成 滑眉霧呢 我是會用Cate的眉筆 我的眉其實是高低眉 這邊高一點 這邊低一點 之後再加上我一說話的時候呢 這邊是會更加向上色 那所以 這個問題已經構成了我好久了 我都見大家非常在意我這個問題 但是 You know 人天生是左右不對稱 不如美的嘛 所以大家就不要這麼介意了 我畫眉毛呢 我通常就是跟回我本身的眉形去畫就OK了 其實我畫眉毛呢 主要是畫回眉眉 OK 這邊的眉毛大概是這樣 我通常這邊的眉是最容易畫 還有畫得最漂亮的 因為我這邊是斷了眉的 小時候這個跌倒了 後面就不關掉了 好 我這邊就不適合大家鏡頭的角度 我看著我的鏡頭來畫 我好怕啊 原來在鏡頭之下畫眉毛 我按大壓力 OK 大概是這樣 這一部分全部都是畫出來的 因為我的眉毛比較濃密 眉頭這裡呢 就把掃錢關掉 之後到最後也是我按這一年 新增的一個化妝step 就是 我會畫一點點的眼線 但是我會用眼影去畫 眼影後就會用HEMI的這一盒 這一盒的色號叫做MISS BROWN 它是一個大地色系的色盤 那我通常就會用這個顏色 然後我就會在我眼的這個位置 用這個眼影 我的眼先給它 再推一推動它 OK 就是這樣啦 那我現在快快脆地弄頭 好 我搞定啦 這個就是我最近的日常造型啦 好 那我現在呢 其實就是要出去吃我的午餐 因為我到現在都還沒吃午餐 我是非常肚餓的 那我們就出去吃午餐先啦 好 我已經準備吃我的午餐啦 我的午餐呢 叫做這個全日午餐 因為我通常吃午餐 其實我吃不到太多東西的 因為通常午餐就是我的第一餐 那第一餐我真的 吃一點就已經飽了 我重點是飽在晚餐上 那你就先吃東西啦 好餓啊 好 那我現在吃到一半就要去做一件事啦 就是我要上網去預約我等待其中一個去搬漂亮的行程 那就是我相信大家剛剛看到我在這裡化妝的時候 不知道大家有沒有發現我的手背和我的手指 是超常模式的 就是簡單來說其實我是一個毛掛來的 因為我的毛囊其實都蠻反達的 我全身的毛毛都非常旺盛 那所以這次這條影片的乾媽就可以幫到我啦 就是SINOMO SINOMO它是主打無銷售服務的 所以它所有的預約時間 然後選購療程 都可以自己網上自助去完成的 那大家就可以根據自己的經濟能力 生活節奏去選購自己想要的療程指數 和療程服務 那我這次就要選擇他們的脫毛療程 那進去官網就可以選擇這個激光脫毛 那之後就可以選擇你的性別 那我就會選擇男仔 那之後就會見到很多不同的脫毛部位可以去選擇 例如男士最經常都會去脫這個上層鬍鬍的部位 那我這次就會選擇我的手指和手背 之後再進去大家就會見到不同次數的價錢 那大家就可以根據自己的經濟能力去選擇 大家是可以一次一次這樣買的 完全是人性化很多的 那當然脫毛療程是絕對不會說脫一次就可以一路永一的 那當你選擇好之後呢 在網上面自助回付款就OK的了 我呢就預訂了等下午夜4點45分的時間 那我吃完夜坐鎮之後就差不多可以去脫毛的啦 那我們等一等脫毛見啦 好我已經到了say no more啦 我只透過這個玻璃門望呢 它的環境的確是挺溫暖的 我們現在馬上進去啦 OK 進來之後 哦 我覺得這裡挺特別的 我剛剛這樣看一看之後 我發現它這裡是沒有consulting room的 就是呢 我不知道大家知不知啦 就是通常你去做facial 去美容院的時候 你做療程之前你一定會見一見這個美容顧問的嘛 那通常就會有一個consulting room 你就進去跟美容顧問聊天啊 然後它看一下你的狀況 看一下你有什麼療程是適合去做的 那但是通常大家就很害怕這個過程 因為大家就會怕被人嚇唆 然後你就一個不小心 就花了很多錢啦 然後你就很肉赤啦 回到家就會對著銀子在那裡哭啦 但是這裡就完全不需要擔心這件事啦 因為我們剛剛已經是自己上網 是選了療程然後給了錢的嘛 所以你來到這裡是可以 絕對無壓力的 非常放鬆的直接去做你的療程啦 所以我現在其實應該是可以直接去脫毛 那我們就去脫毛先啦 好 我已經進來這個做treatment的房間啦 之後呢 我就可以做這個脫毛啦 今天我們的治療 Fear的Smiley 今天我們會做手指和手背 首先要你先脫掉戒指 哦 OK 我很多假裝 那你想坐在這裡做還是睡在這裡做 我想睡在這裡做 因為可以貴婦一點 好 好 我已經脫完了啦 我想說真的脫完之後是超白淨 超乾淨啦 我給大家看這個before after OH NO YES 我現在脫完之後我的心情都很好啊 我覺得我現在趁著我這個開心的心情 去做一些開心的東西就是 SHOPPING LET'S GO 去買東西 YEAH 脫完毛之後約了朋友一起逛街 Hi I'm Dan Hi 他剛剛放學 YEAH 我們去逛街買東西 YEAH 我們真的很瘋啊 我們撞到爆發聲 我們的衣服 我們的口罩又是白色 袋子又是黑色 之後 褲子又是牛仔褲 之後又是白鞋 什麼事啊 你幹嘛抄我啊 我先穿的 我先穿的 我現在7點鐘起床 OK 你先穿 我沒這麼早起床 漂亮了 好 我們去逛街買東西 PAY 我只是一個 我不是一個 你選了啦 你 爆髒婆啊 什麼事 教髒 好像寶珠姐那些 好像蝴蝶 那你是不是選中了我的錢包 嗯 我們去買單 什麼事啊 夜晚錢包 有 有 PAYSAR WHAT 我還沒 生日禮物 我還要拿一張卡 我還沒 有沒有驚訝 我可以哭啊 你又哭 你不要哭 Thank you 生日快樂 Yeah 我想說她剛剛 她一付錢的時候 我就是在旁邊說PAYSAR 就是她拿著一張卡 PAYSAR 我不是PAYSAR 她還要自己看了很久 她有沒有錄到嗎 好像有錄到 你當下的反應是怎樣 我站在身上 什麼事啊 Yeah 開叔 你shake到頭髮 小心在看著我 買不買這個好呢 我前陣子才買過Duffy 給大家看 我買一個超大隻Duffy 但是如果買大隻一點 可以夾著睡覺 這個夾不到睡覺 再長一點就可以 我可以 有沒有人睡覺 是一定要抱著睡覺 我是 我就算沒有公仔 我都要抱著皮角 或者抱著自己 抱著自己 好淒沉 拜拜 但這個真的很可愛 好淒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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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回到studio了 今天的整個行程 就到這裡了 然後再給大家看看我這個 八八正 非常光滑 的手 好漂亮 瞬間覺得我可以做手毛 有沒有國際命毛的感覺 OK 我知道有了 好啦 大家有興趣的話 自己可以去 去say no more的官網看看 那我們今天這條片就到這裡了 如果你喜歡的話 就記得給我一個like 和comment 如果你還沒訂閱的話 就快點訂閱 之後可以follow我的instagram 和facebook 好啦 我們下條片再見啦 拜拜